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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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收看《讯网每周港股》 在后年最后一个吉日 我们就请来丰盛金融资产管理董事王国英 跟我们谈谈接下来 接下来雞年究竟的走势会是怎样的 Alex 你好 你好 见到你今天的收奴气氛都相当之浓厚 连带旗下的大肆收奴气氛都是这么浓厚的 看回这个星期因为导致突破2万点的因素 就带动长假期将近的恒指 其实都来过反高潮 在昨天期之结算日升成三百多点 创三个月的收市新高 来到今天不知道是不是只有半日市之余 年30个收奴气氛浓厚之下 恒指低开35点之后 其实半日来说都是集幅上落为主 Alex 看回整个后年 都相当之鬼马的大肆 想想一下买单计就升大约4000点左右 升幅超过两成 下个星期年初五 即是星期三就会启示 踏入雞年 你觉得红盘高开高收的机会大不大? 乘得意于分离你又怎样看呢? 我觉得就 如果你新一年开红盘的机会是高一点的 不过我觉得就算是的话 都幅度不会太大 因为昨天升完一轮之后 通常香港都是买仔上楼梯 接着就会好像慢慢慢慢的升 因为我们今年一月的升法就是这样 就是很慢很慢 然后忽然加速 然后又很慢很慢 最近那一段 暂时就进入业绩期之后 就很胆争持着 所以我看香港 比较大机会 开红盘都还是大机会的 但是那种升法就不会太快 整个雞年我觉得就 也会很波动的 因为你今年政府 就是美国政府换屆之后 那个市场会是很审慎的 应该是 会是挺敏感的 所以我觉得雞年都一样会这么做 但是上的机会是高一点的 因为你现在的市场 虽然升了很多 但是其实大部分人都很忧虑 很担心 照计这样的情况之下 好的机会是大一点的 看到现在一月尾 突破了23000这个位 其实未来二月 你觉得守不守得住这个位 或者会在上的空间有多大 我想你讲的 现在那个速度就好像矮仔上后梯那样 那你正路看就 应该二月希望你又进入了业绩期 那接着今次 就是汇丰现在就流行 就是搞回购 那希望好多一点 那照计这样搞法的话 应该希望有24000以上的 我觉得应该 即使是回的话 都不应该回太深 我想22000至23000应该顶住 那不会太过差 那我们转讲一下个别股份 那想讲一下金沙中国1928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信报读者 就在我们信报财经新闻的Facebook 就留言想问一下买不买得过这一只 那先看一下它 就是这几天来说 昨天就出了一份季绩 其实表现都几令人失望的 那佳印的收入症 往年就跌了大约百分之八 估计昨天就大股升三十几点 不过它就要跌了百分之零点七 今早其实都继续偏远的 那现阶段其实跌了大约超过百分之一 看回其实金沙的PE都不低 大约有成二十五倍 其实你觉得短中长线 就是还买不买得过呢? 我觉得博得过的 那首先你差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现在全香港都说那个累赌神 但是如果你 就是看你信不信 赌加洛是有赌神的话 那你就不应该买赌股 但是我觉得就这些都是纯粹运来的 那所以你一次过 就把负面因素放得都挺大 我觉得就应该都是市场过敏 还有你看见其他赌业股 其实那些人都没有太大的疑慮 比如你银行、永利 现在都是升得挺好的 所以我觉得就应该OK的 至于你说贵的原因 就是第一就是周期的一个低潮之后 现在开始復甦 所以復甦初期的PE一定是高 那另外一件事 就是因为它派息始终都是很慷慨 那变成你那个派息率也都会顶着股价 所以我觉得就这件事也是 好像表面看上去不便宜的原因 但是我觉得就应该就应该是博得过的 因为这个行业就应该很转紧 然后市场煲得太大 一个偶然性的不利因素 那我就有得博一下 看回金沙的股价 就是看到跌到大约34.6 其实是现价位买不能买 就是短线的目标你怎么看 我觉得你还是博到正常化 起码升到5%以上 我想你在说跌凸了几个% 那希望你再跌凸这几个% 之后再额外再提供多2-3% 那么起码入6-7%去博 那来到我们港股360 一问三答的环节 今次就有读者王先生 他就说他多次买入恒腾网络136 那平均买入价就7毫5千2 其实他就很担心 那想问怎么处置 好 为什么呢 其实回到恒腾网络 近这两个月来 其实股价来说 就不断插水了 那由去年底 最高大约7毫7千这个位置 跌到现在 那今天大概就2毫2千1这个位置 其实累积跌幅 其实都差不多有大约7成的 那今天股价来说 就存稳了一点 看到这两三天来说 股价都有一些反弹在那儿 但是其实是否都很难升回 那个平均买入价呢 这位王先生 其实他可以怎么做 我想你这些 就中了pump and dump那些招式的了 因为他入了MSCI之后 就从来都没有好过的 那那个市值其实那时候 是严重偏高 那时候我觉得是pump and dump 夹那些指数基金去买 那还有有些跟炒的人 好像这位读者中了伏 那我觉得就 你现在看上去还有100多亿caps的 其实就一点都不小的 但是就是很难处理的 因为基本因素上 我想你说的就看不回了 还有那时候升的多数都是那些 就是刚才说的 族语的pump and dump的情况 所以难些回到去的了 那就是我想你说的 唯有就是看一下什么位置斩的 但是这个就真的 纯粹就是倒运了 因为你说的如果你现在不肯斩 那你再高一点的话 你可能拼它高一点 那我觉得就是唯有止蝕 还有就是我想吸取教训 就是买股票如果在输钱的时候 就不要整天扣了 因为就是跌 是多数都是反映一些问题的 除非你知道的理由 如果不知道理由的话 其实是不应该乱那么扣的 就是我觉得就是 扣上不扣下是好一点的 因为防止出现这些这样的惨劇 所以我就没什么可以很建议 因为正如来说 是应该套一些钱的 但是你都已经输了那么多 让它好一些战好像好一些 但是有没有好一些都很难说 如果大家讀者有任何股票 衍生工具甚至理财等等的问题 想问我们嘉宾的话 欢迎把问题电邮到 stock360 at hkej.com 每次提问就不要多过两只股票了 Alex 你有没有持有我们上述所说的股份呢? 我们的基金就持有金沙中国的 是的 还有祝大家一些读者 今年多赢一些 那我在这里也祝大家 即是继年身体健康 财源滚滚来 那我们这个星期的每周港股 就到这里为止 下个星期继年年初七 再和大家见面 二十一 二十一 感谢观看